嘩 嘩 嘩 隱形了 已經開始看不見了 麻煩 這個是什麼 Practica的感結版 沒錯 這個就是 要 就是 讓他去看看 壞鬼 他就是想做這個角色效果 不過真的 他下面的三張圖才好 即是那個是實物來的 對 實物來的 那再看這個實物呢 嘩 你做什麼 白光好透明 哦 原來這樣玩 哦明白了 因為在電影裡面都是這樣透明的 對 因為你用感光去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Nectar 他都做了很多這些玩法 對很多 漫畫配色 啊 感光配色 這些 那你問我來說 我覺得 上色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說了 我記得他有出過 Wobocop 你不知道什麼呢 是 遊戲機上色版 對 遊戲機上色版 Terminator也有出過 Terminator也有 那麼 那他擺放出這些 其實都是 你問我一模多色的 都是玩的 但是屬於便宜的一模多色 對 便宜的一模多色 但是 那些雕刻都是 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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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會怎麼突破 其實大家都沒有說到 怎麼突破 這個就是這個 其實以前是用手刁的 那些小的隔紋 其實呢 我這麼說 很多美式的雕刻師 其實是做不到的 或者是不做的 那時候 只有日本或者大陸的雕刻師 就會做這件事 雕刻都很小的 但是當有3D印上3D畫之後 他們就 只不過是Casture 這件事就拉回來了 對 變成像西人一樣 最主要是 我覺得西人他 照計 他的關節位置 站不穩 應該就是 手刁的 所以搞到他站不穩 我估計是這樣 但是這些紋 他應該是逐步分上去 這些位置可以用 3D就用3D 但是主體 或者相貌 那些東西 應該都是用手刁 因為我看他的質感 照計都應該是 有些 有些 真的不知道 其實早期 為什麼他們會有些型 除了他們對美學的 規念有些不同之外 他們那時候 是 真的有美式雕刻法 以及在大陸的傳統雕刻法 所以你看到香港公司 一段時間過了頭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公司 配合了大陸的技術 就可以綜合到一個更精細的位置 那時候我們刁過 我們這些很小的坦克車 一比一四四 這麼大顆粒 幾千顆粒 我們可以刁到 連Tiger 1的防磁紋 都刁了出來 但是是用手刁的 但是那時候 我就沒見過外國人 用這種方式去做 到後期3D成行了之後 就真的 這件事就拉成均勢 那基本上這隻東西 儲開應該都會連同這隻 所以這個 可能儲開那些一定會買 就是玩開可以玩 你說很特別 就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可能配色比較特別 但是你說要特別 就是 那個故事有一個意義 這個就有 就是你喜歡這件東西 就買 喜歡Preditor就買 沒有什麼太不好的地方 至於派貨味呢 達不到 不知道 都差不多了 或者可能派了都不定 配件呢 沒有 就齊了 你看到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就是那些炮 就是肩頭炮 可以動的 玩了一會而已 在電影裡 我也覺得很漂亮 那些手上面的手刀 是很利很尖的 比這個我覺得漂亮 可能我喜歡配色 好 接下來你會說什麼 咦 可能真的 這個不是等德哥 德哥 可能是不是 但沒事才是 好啊 好啊 查一查 沒有反應 好 先玩一下 好 稍後再見 然後我們想一下 玩什麼 那個 好 啊